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 火焰山是老君赠予铁扇公主的私产 火焰山是天下奇观 但它不是从地里生出来的 而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孙悟空当年大闹天宫 登倒了老君八卦炉 几块带火的炉砖散落地面 化作了八百里火焰山 三 既然那炉砖都是老君的 你说这火焰山该是谁的 铁扇公主仅凭一把芭蕉扇 却成了这里的主人 如果没有老君默许 他能办得到吗 三 红孩是老君留给铁扇公主的血脉 红孩是铁扇公主与大力牛魔王的儿子 但在他的身上疑点重重 红孩纯红齿白 面如润聚 是标准美男子 与牛魔王在体型外貌上差别极大 不得不令人对其遗传基因感的怀疑 红孩看家本领是三魅真火 但纵观牛魔王和铁扇公主夫妻 谁也没有用火的技能 翻倒是都帅公里的太上老君整日里在烧炉炼丹 可以说完火玩到了炉火纯青 再有 红孩当年对观音菩萨极为不公 假冒观音 攻击观音 而且还三番五次反悔 可菩萨却异常宽宏 不仅留下了他的性命 而且还让他坐上善才童子的位置 这一点尤为奇怪 即便是牛魔王面子再大 红孩也不该有如此待遇 只能有一个解释 那就是红孩的出身更为显赫 血统更为高贵 其背后的力量更为强大 变数神仙佛道 三界众生 除了太上 老君者等顶级人物外 谁还也如此权势 以上几点 是根据阴谋论者的论述整理出来的 不代表小编观点 小编是从来不相信什么阴谋论的 那是为了博眼球 刷流量 牵抢附会 胡编乱造出来的 一般情况下 我根本不予理会 但鉴于太上老君与铁扇公主的情人之说 近日甚嚣尘尚 今天就抽出点时间来博视一下 要想博视一个观点 最有效的方法是找寻到有利证据 而最有利的证据往往掩藏在事实真相的深处 大多数情况下很不起眼 却发挥出惊人的能量 就比如在证明太上老君与铁扇公主清白的问题上 我们不用去找寻八交善 到底有几把 也别费力琢磨火焰山 是不是金无藏交之所 更无需揣测红孩到底是谁的子嗣 只需找到一个小人物即可 因为他的正言最为可信 这一位 就是名不见经传的火焰山土地爷 火焰山土地 是西游记众多土地爷终极不普通的一位 一时戏份很多 孙悟空三吊八交山的各个阶段中 他都有出场 特别是大战牛魔王的高潮里 他甚至率领阴兵冲锋在第一线 两次把抑郁逃进洞中的老牛给挡了回来 这样的本领与勇气 在土地 山神这个档次的神仙中 是绝无仅有的 二是角色重要 他在整个故事里起到了穿针引线 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作用 孙悟空一吊八交山失败后 这位土地爷及时出场 绑住猴子调整思路 把目标锁定在牛魔王身上 从而找到了新的吐破口 孙悟空二吊八交山失败 众人垂头丧气 打算绕道而走 又是他古尽加油 大圣休娇恼 天鹏莫懈怠 但说转路 就是入了旁门 不成个修行之类 古语云 行不由静 岂可转走 你那师父 在正路上坐着 颜巴巴指望你们成功里 猴子文言振奋精神 八戒听了不敢懈怠 兄弟二人在战流魔王 最终取得完胜 三是身份特殊 这位土地爷 并非火焰山土生土长 乃是半路上任的 他在介绍火焰山时说道 我本是兜率公首炉的道人 当被老君怪我失手 降下人间 就做了火焰山土地爷 愿不得这位也胆识 气魄不同凡响 原来他竟是太上老君身边的先童 他恳求唐僧师徒去找牛魔王借善 提出三条理由 一则山西火焰 可保师父前进 二来涌出火焰 可保死地生灵 三者设过归天 回缴老君法旨 这里不禁要问 他要回缴老君什么法旨 想必是老君当年曾给他下过一道 核实山火熄灭 核实归天的命令 土地爷身份虽低 能力有限 但正因为其特殊的身份和诉求 帮助太上老君与铁扇公主起刷了清白 一者 如果却有私情 这火焰山变当真是老君与铁扇的优惠之所 试想这样重要的地方 老君会安排谁来打理 他肯定会派自己最信任 而又最得力的手下来负责 可面前的这位土地爷 是被罚而贬下戒的 心中不快可想而知 让这样怀有怨戏的人来管理自己最隐秘的事情 不够安全 不合常理 再者 这位土地爷极力窜夺唐松师徒借善灭火 甚至不惜与妖界一个牛魔王大打出手 全然不顾铁扇公主安危 如果铁扇公主真与老君有瓜葛 就是再给这位土地爷一百个胆子他也不敢 第三 土地爷要的是重返天庭兜率公 而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断绝火根 火焰山都没了 铁扇公主也就失去了独霸一方的依仗和安身立命的资本 而这位土地爷似乎根本就不考虑这一点 作为一方土地爷对自己管辖区域内的事情应当了如指掌 并以最妥协的方式协调各方关系 从火焰山土地爷所思所想 所作所为看来 他根本不在乎作为地头蛇的牛魔王和铁扇公主的利益需求 相反 他把这二位当得仇敌穷扣 置之死地而后快 并对对整个事件续谋已久 反复推演 这 庄庄渐渐都充分证明 太上老君与铁扇公主没有半毛钱关系 要说有所瓜葛 大概就是土地爷会嫌弃那铁扇公主太过脸色 从来只用扇子扇三下 而不彻底灭掉火焰山火 致使他迟迟不能复命交差 常年在这间边地区苦手